关注乌俄战争 乌克兰方面表示最快11月可能就能够收复赫尔松 而面对战局情势变化 俄罗斯方面也态度放软 表示俄罗斯高层准备好跟西方国家对话 画面上可以看到的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 包括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高层官员 愿意跟平等地位的跟西方国家来进行对话 讨论乌俄紧张情势 那么虽然表态愿意对话 但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利用谷物安全走廊攻击黑海舰队 所以周末的时候也宣布了要终止参与黑海谷物协议 恐怕造成新一波的粮食危机 掌握全球情势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